3 2 1 請踢球 當然很棒啊 因為這也是我們跟展翼的合作 每年Be Heroes 有一個青年訓練營在彰化 然後就會集結全國最優秀的高中的足球員 今天就是選出一隊 跟台北市立大學對抗 他們表現也不錯 這次比賽特別受到好多單位的照顧 那我們也 新旺人壽也特別安排他們住在我們板橋的解釋堡 還有今天的關愛基金會 我們也做了一些公益 我們還是巡力有精英賽之外 有表演賽 很榮幸我們新旺人壽也能夠組成一個球隊 過去我們就有新旺人壽組球隊 很多都是退役的國腳 也讓這些高中生看到說 你看國腳們退役之後 他還在踢球 也希望給高中生更多的鼓勵 一二三 就我是第一次真的參加正式的足球 我覺得很好玩 然後又可以練到體力 然後又有一個目標 然後又有團隊的運動 那之後如果有機會 還是會希望自己可以多參與足球的運動 關於這個陳信安也是久仰大名 教練他非常的厲害 我剛剛在球場上特別看了他的腳法非常的靈活 然後也在場邊跟他偷學了幾招 當然學的沒有那麼好啦 但是盡量的努力讓自己可以控制好球 太高了太高了 他以前的球員時代真的非常輝煌 所以我們一直在關注他在看他 然後今天有機會可以跟他同場競技 雖然在足球上我們占了一些便宜 不過很高興他也來參加這些公益的活動 很高興來參加這個公益的活動 然後有這些大企業願意關注 關注在這些輕訓培養的方面 我覺得跟我們理念其實會蠻相近的 那也希望未來有更多的企業願意提供這些機會 給小朋友或是給足球更多的機會 我覺得大家都是很厲害 就是長輩級的厲害 其實因為我們在不同保險公司 有在導入健康分的一個概念 那新冠人說也是包括這一個 那我覺得像這種活動當然是有公益的活動 可是最主要還是大家都動起來 然後小朋友不管是到大朋友到哪一個年齡 都是動起來還是最重要的 陳柏良發起的這個陳柏良的足球公益信託基金 其實就是要回饋台灣的很多足球的一些事項 除了這些輕訓之外 其實也出了台灣足球60週年 那甚至於到獎座還有贊助優秀選手的這個獎學 那我們也很感謝就是魏董這邊持續的 把他的星光仁壽的這些足球的夥伴們 還有富有劉昂隊這些前輩們 在大家這些足球人的一起共享盛舉之下 其實都可以為柏良的這個公益信託基金 再溢注一些經費 我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 因為其實我們希望就是說 利用這個陳柏良的公益信託基金 我們可以做更多足球的事情 那我相信之後我們還可以有更多更多的一些想法 在幫助台灣的足球這一段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有更多的一些想法 我們會看到